LAYO聊事記,天梯一路不新 大家好,PERSLAYO 今天來看西西蟻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8點鐘方向的西西蟻人 PERA PERA選擇的文明比較特別 開局會給100石頭 而且他的瞭望塔狼被城樓取代 這個城樓會隨著時代慢慢變強 而且箭矢發出的數量也會比較多一些 那西西蟻人他的最重要的單位 是他的騎兵單位 是他的主力 重裝騎士可以搭配金罐、鎖子甲 這個可以讓自己的騎兵 遠房高達8點的重裝騎士 當然西西蟻人他的兵力 都是需要耗黃金兵打起來才會強 那他沒有馬功 而且後期沒有大落馬 後期變成垃圾大戰的時候 可能會有火力上不足的問題 那西西蟻人他還有這個銀罐技術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可以讓自己的薩金特衛兵 從每個城市中心多出5隻 最高25隻 可以補足在升帝龍時代 兵力空虛的問題 所以西西蟻人其實也很適合步兵的打法 加上騎兵 那西西蟻人後期 他也可以打這個薩金特衛兵 也可以打槍兵 那弓兵路線的話 三級的弓兵鎧甲沒有的關係 所以用戰毛兵 跟對方的弓兵對射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陷入弱勢的情況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WIO這邊選擇的文明 是西蟻人 西蟻人特色呢 是每點一個科技手 會獲得20黃金 而且兵工廠呢 沒有黃金的消耗 所以只需要弱 就可以研發 就是西蟻人可以省下大量黃金 在城堡時代 打西蟻人征服者 帝龍時代 轉遊俠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火槍火炮 都有足夠的黃金 可以讓他轉型成功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WIO這邊的地圖呢 是左右兩邊都有塊黃金 這個地形呢 對於WIO來說 是一個不太好的開局 因為西蟻人如果要打直層的話 通常要天圖開局 好圍的那種 那如果怎麼樣是好圍呢 就是這個木頭 可能要靠這邊一點 然後這邊可以圍過來 直接圍死 會比較好圍一點的 像這種地方 你就要拉更多的牆去圍起來 才有可能圍死 那對於西班牙來說 這種地形呢 可能還是要靠封劍打下 除這個肉馬槍兵 早期會把家裡圍死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兩邊的文明呢 都是比較偏馬國的文明了 所以呢 應該有可能 兩邊都是肉馬開局 肉馬開局也比較容易銜接到 城堡時代或地龍時代的這個科技研發 好 那現在HERA這邊點下了封劍的 好 織布技術已經點下了 沒有打算要脫織布 那YO這邊也是點下了封劍時代 但是這邊居然是偷了織布 都按了一村 OK YO這邊經濟上 已經稍微有點領先了 應該只是肉沒有放回去嗎 好 這邊看一下HERA 這邊想要趕路 跟對方的肉馬打了一下 繼續趕路 好 路繼續推回去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吃掉 右邊補了一個軍營了 待會要來再補一個房子 現在會有卡人口 不然待會先下馬就 村民可能按個一村就卡了 好 先補房子吧 好 補一個房子 那 YO這邊是 遺少混淆時代 點了織布技術 偷了一隻村民 村民優勢稍微小幅上升了一下 好 彈頭子不如可能會付出大價 差一點這隻村民被偷走 但還好 HERA 沒有即時過來 所以YO保住了這隻村民 好 這裡稍微圍一下 想要把肉馬給圍起來 但沒有機會 哇 HERA這邊手術也是想要飆過來 YO趕過來砍村民 他就敢把對方肉馬給圍起來 畢竟這裡有兩隻村民了 要打贏的話可能問題不大 兩隻村民通常可以扁死一隻肉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先把自己給圍起來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先把自己給控好 肉馬過來 稍微打一下 村民稍微用拳套反擊回去了 前方的肉馬 砍死了一隻村民 HERA手殺 成功拿下了 那現在YO是打一個肉馬開 待會應該也不會轉工兵了 畢竟西班牙的工兵 是不能升到奴兵的 所以工兵按越多 其實就越虧了 那如果HERA知道對方是西班牙的情況 基本上槍兵按個一兩隻 就應該能擋得住了 可能不用按太多 那封建時代 槍兵其實按越多 防守就越輕鬆 對方是馬國的情況 那如果新手們在打阿拉伯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難守對方的肉馬 那你就槍兵多安一點 反覆手好 那如果對方轉工兵的話 就趕快下射箭場 其實封建時代的防守 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肉馬的數量已經來到了五隻 五隻肉馬 開始往前衝 後面加力趕快維持一下 YO現在的經濟 是比較好一點的 黃金破血 感覺比較穩定一些 雖然西班牙人 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前起的 這個建造速度加成關係 所以他在蓋東西的時候 可以省下更多的時間 省下的時間 就可以去採資源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西班牙這邊 會稍微領先一些資源的感覺 好 其實YO如果不維加的話 可以省下更多的維加資源 跟採集時間 好 所以現在這種地形 對於YO來說 其實是一個不太好的一個地形 但還是硬生生的把家裡給維持 好 強兵處理掉 Hera點下了城堡時代 接下來西西伊人城堡時代要怎麼打呢 要補馬就嗎 還是要轉步兵呢 西西伊人步兵打法 城堡時代有這個薩金特衛兵 配城樓的塔攻打法 看起來Hora沒有這個打算 已經開始在補肉馬了 走這個騎兵路線 一擊攻也點下 但是有個注意的一點 是他沒有補馬就 而是單馬就出馬 然後點品種 待會要準備直接3TC開農 甚至4TC開農的一個路線 待會清奇兵再稍微點一下 再靠這個市集買一下肉 可能就可以維持住 或者是把這個黃金神下來 待會點生旅 防守YO的希望征服者 或者是打這個騎士 這個生旅都很好用 好 那這裡補了一個城堡中心 在後面 一個馬上點下了2 這個跟蹤技術 跟蹤刑具 後面也補了一個TC 3TC直接開農 這個100塊石頭 待會再省曬了 可以去拿去插塔防守 或者是要拿來就去開第4個城鎮中心 都沒有太大問題 那這邊Hora應該是有預測的 YO這邊是西班人的話 所以打這個 橙堡時代 西班人正不走的機率是很高的 很有可能會大挖石頭 挖出一棟城堡 那確實 YO確實是這樣打 挖了一個城堡出來 那這樣的優點 自己3TC先開 透明術就會有領先 防守的壓力也不會那麼大 這邊果然補了一個修道院 也補了一個射箭場 待會就直接進入防守室 洛瑪現在只能去對方家裡騷了 那家裡防守還是要靠生旅 跟戰毛兵或者是奴兵 去做一個穩定 扛線的 防守這個西班人征服者騷擾的一個打法 YO這邊西班人征服者已經來到了3隻 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開槍再開槍 再射一下 現在4隻肉馬有點危險 遭翔必退 生物開始繼續撿 生物就撿生物 但是生物撿了沒有馬上回頭 可能會有點危險 往下走一下 要繼續往下走嗎 但往下走會不會打 生女在這邊要不要放生物 不放 那現在兩邊來到了遊戲時間26分鐘 YO這邊有大動作了 來插寶 這裡差一根城樓 待會馬上就要被拆掉 家裡的防守現在是完全不夠的 因為3T是要維持的肉量要很多 至少要30片田左右 那這邊是來到了28片田 好 戰毛兵 再不及升級好 ERA的生女直接被射倒在地上 喔 但這邊肉馬 成功抓到這邊大量的村民 在毛兵的升級還有10幾秒 這裡不能損失毛兵的數量 一旦損失之後 群損失之後 就要進入無雙模式了 想射誰就射誰 好 接下來 HERA這邊是4TC繼續農 這我們就剛剛講了 開局石還有300石 城堡塞4TC開農速度是很快的 那HERA這邊要說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2級農沒有點 但我覺得這不是太大的問題 有些觀眾說 時事宜人一上去 就要點這個2能 就跟這個破爛一樣 但是這個戰況不允許的時候 要先趕快把這個毛兵 數量拉起來 防守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更為重要一些 不好意思 甚至待會 要趕快挖石頭出來 去把這個主金給守住 YO這邊有點大膽 直接在這裡開了一個採礦地 待會 城堡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 HERA這邊有個細節 就是把三個房子 都放在城的東西旁邊 這樣是為了要讓YO的城堡 不能蓋這些位置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那就意味著說 HERA可以讓他插這個位置 但這個地方他不給插 好 落馬過來 上去 直接硬抓 哎喲 成功收掉 頭石車 好 這一波交換 對西西里人來說有點小虧 但頭石車又來了 其實 戰毛兵數量不是很多 可以直接 硬吃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有一隻西針被招降了 頭石車一直在炸 右邊又一個西針 雙線進攻 現在YO是雙TC開農 HERA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好 聰明過來修理一下 頭石車 頭石車應該能被救回來 現在YO的西針 左邊的位置數量有點不太夠 這邊還想要去控 控制這塊黃金 但是不用控也沒關係了 好 HERA這邊點下了二級農田 這邊有點細節 因為在灑第二輪農田 趕快補下二級農 這樣可以更划算 木頭可以再更省 農田就可以灑再更多一些 好 這裡補完 馬上來蓋寶怎麼辦 HERA直接在右邊取一根寶 這裡要補 這裡一定要補寶 對 補一根寶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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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這一波壓制很強 但是蓋寶速度也是很快 但是這邊人多比較有力 這根寶還是要蓋好 已經蓋到50% YO這邊選擇了取消 往後走 村民往後拉 但是有彈道學 射得很準 一發一隻村民 最後只剩下兩隻村民活了下來 OK 那這邊農田也大部分守住了 現在YO有西班牙征服整的火力優勢 但是並沒有工程能力 那現在YO要打贏HERA的話 這裡趕快升帝王時代 雙TC 農上去 然後買賣 一波 這裡把所有的木頭黃金 木頭拿去賣掉 然後石頭可以考慮賣一些 但是如果這邊賣石頭的話 就意味著不能繼續插寶控圖 這裡決定要直接蓋堡 再補了一根 HERA這邊城堡蓋的真是多阿 HERA這邊閃了一下石頭 火車再砸一發 打了一個擦邊球 現在有點危險 頭車 兩台來了 HERA村民處已經領先了 30吋 35吋左右 支援量已經領先了 大約快要3000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繼續控 正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的黃金 現在只剩下左邊這一個 右邊這個礦也被控住了 最後的救命金在這 那YO這邊呢 沒有打算要速生帝王 反而是 欸 有要速生帝王 OK 雙TC速生帝王之後 補下了4個城鎮中心 這樣生時代時候 村民處就不會落後太多 那HERA這邊也可以考慮 補第5個城鎮中心 在右邊這個位置 哎呀已經補下了 那這裡呢 就5個TC的話 就可以點下銀罐技術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就可以讓每個城鎮中心 加5個薩金特威隊出來 這樣子呢 生時代的壓力 就會稍微小一點 那也可以選擇布森 存一些資源 待會直接轉馬 還轉馬 轉馬海 點這個 鎖指甲 重裝騎士 也可以考慮 好 YO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HERA這邊 也要找個機會 點下手推車 才會比較好 先來投石車 配上西班的征服者 這個 搭配組合壓力實在是很大 好 潘西西人並沒有救贖思想 好 這類的科技 對於打投石車 只能照工程器製造所 戶投投車才行 好 HERA現在 補了村民 補到了129村 村民出發補滿 正在右邊的進攻 抓到了這裡 大片的村民 直接補了一根城樓 但是應該來不及 會損失慘重 好 戰毛兵趕快過來 好 頭毛一下 好 單戰毛兵緊追在後 沒有辦法 好 這個修道院 兩個聖物 順利的拿下了 但是 沒有辦法撿吧 雖然打掉了 但是這裡有城鎮中心喔 好 升到地獄時代 點下了二級馬凱 生命技術 化學依序補下 威歐這邊 地獄時代也升級好了 這邊二級馬凱 也點了 增技術 還有連20秒 現在化學還有一分鐘時間 戰毛兵 就可以提升 檔害最高的模式 威歐這邊點下了霸學 提升一下村民的血量跟攻擊力 巨型投石機 趕快招 巨頭架起來 趕快拆 這邊也準備好巨頭 這邊是有免費化學的嗎 不是免費化學 這個化學趕快要點了 他能趕快獲得火炮 不然現在火炮很難去產生出來 反至HERA這邊吸吸引人的巨頭公式 不然這邊城堡都要全被拆了 這裏直接拉村民想用過來手撕巨頭 這就是吸霸霸權威力 手撕巨型投石機 相當的狠 這裡一個V陣 躲掉頭車的傷害 巨頭往後拉 讓城堡能夠努力輸出就可以 外奧這邊投車 順利砸掉了一排 HERA的戰毛兵 HERA戰毛兵下面帶來一個V陣 躲掉 直接手撕掉了所有的投石車 好巨型投石機全部保持住 這裡村民被城堡收光了 右邊的巨頭趕快架起來進攻 再跟城堡修理起來 後面補了非常多的馬修 開始要轉重裝騎士 二弓還沒有點 但鎖子甲點了嗎 鎖子甲還沒有點 好有鎖子甲之後 外奧這邊就會很難打 右邊也補了一個箭塔 但是完全沒有在怕 薩金特衛隊補了一隻出來 慢慢砍一下 這個箭塔 血掉的好快 這就是霸權科技的 西班牙村民 這裡火槍兵 過來直接手撕 點掉了巨型投石機 西班牙政府者數量大幅下降 但是兩台巨頭都沒了 現在騎士出來 外奧這邊的巨型投石機 要小心 要撤了要撤了 直接手撕騎士 村民就是我的戰鬥單位 西班牙人表示 這邊也直接手撕掉 這根箭塔 這根箭塔擺起了 這根箭塔沒有辦法起來 村民只能這邊發呆 但沒有關係 正面的部分 城鎮中心可以趕快拆除了 外奧這邊要不要轉遊俠呢 還是要轉個 槍兵 搭槍兵 防守一下 鎖指甲騎士 外奧的這個文明 垃圾兵全都是滿的 但是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這裡騎士繼續追逐 又抓掉了一台巨頭 巨頭全部拿下 五台巨頭 現在要開始往前推了嗎 欸 HARA這邊巨頭最後被拆到只剩兩個 還以為是五個 現在右邊的村民全部搞定 石頭全部拿回來 外奧決定是要打肉馬 配上西班牙征服者的一個策略 激增打 鎖指甲騎士 然後肉馬打戰毛兵 HARA這邊點下了三攻 工程不成師 現在工程速度也越來越快了 騎士大規模過來 鎖指甲騎士還沒有研發好 哇 這裡有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直接想要手撕 但是這邊城堡有可能被打掉啊 沒有辦法 這裡蓋堡的村民其實很多 外奧這一波 第一時間沒有拿下城堡 也稍微可惜了 沒有辦法 硬吃不是太好的辦法 現在城市中心還是有村民製造出來 但村民一直想要過來拆建築 好 重裝騎士的優勢開始慢慢打出來了 你沒有遊俠 那我正面跟你對戰 就要來看你是你犧牲操作的漂亮 還是我重裝騎士 口比較鐵 好 HARA這邊點下了劍槽槍 劍槍槽 可以增加這個箭矢的傷害能力 攻擊變成5加7 好 而且現在箭矢數量也變多了 是稍微有點傷害的箭矢 好 那這個箭塔的防護力太不弱了 好 攻擊力太不弱 沒有辦法對YO的村民造成大量傷害 好 這一邊工程慢慢進入 洛瑪流到了後方 右邊也是有小規模的爭奪戰 但是這邊想要爭石頭 才發現這石頭倒就挖完 HARA這邊 多現拉了一隻騎士過來處理 好 這裡要趕快修理 右邊洛瑪繼續抓 洛瑪過來 被犧牲給搞定 這根城堡即將失守 現在YO只剩下最後兩根城堡 在後面可以產西班的征服者 但是YO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A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HARA現在真的是 世紀帝國之神啊 玩西斯里人 玩到了後期 資源量還有1800黃金跟2258塊 這裡再補下更多的馬 就盡管在點完 直接中當騎士 A就完事 HARA這一波薩金特衛兵 雖然前期沒有出 但是5TC喔 還是順利補下 經濟真的是好到一個不行 可以看到這裡的資源量已經領先了 哇快要2萬資源了 至少有1萬7 1萬6左右的資源量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HA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石頭、小樹一點 但是石物跟木材都是大幅領先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